台中市十大伴首领票选活动 9月1号将在台中公园登场 而今年的活动也迈上了第10年 除了会邀请到历年得奖店家 一起的婚娘家来共享盛举之外 向11月登场的台中世界花博 所以今年就特别增设了花博奖 需要透过票选邀请民众一起品尝台中赛地位 小朋友活泼快乐的舞蹈宣告台中市十大伴首领票选活动 将在9月1日正式开始 今年活动迈入第10年 除了邀请历年得奖店家回来参展 为了响应花博 今年也特别增设花博奖 邀请更多民众一起来台中品尝在地特色点心 今年因为台中办花博 我们也在推销台中成为一个品牌 所以跟伴首领跟花博可以结合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 大家在来看花博的时候 也可以买到台中的伴首领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把台中的品牌行销之际 以魔法书般的特殊包装呈现台中糕饼的迷人之处 或是配合花博宣传设计的台湾造型花博饼 今年总计有200组商品报名参加 27日选出100项入围产品 9月1日在台中公园 由民众现场票选出心目中最佳伴首领 花博金饼就是里面有加的吉皮丝 还有阿萨姆红茶跟桂花酿 所以说它有层次感有很好的口味 让每个人吃到有那个三种层次 最后的桂花味道就出来了 所以说我希望把这个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所以说再度参加金口碑奖 今年参加的是2018的台中市史大伴首领的金口碑奖 那我们已经参加了四年了 然后希望说借由台中史大伴首领这个活动 把台中的健康的好的商品介绍给大家 用我们的综合精选大律挂来参加 十大伴首领 那也很幸运的第一次就入围 那它的特色呢 我们是严选阿拉比卡的咖啡豆 那最主要呢 是经过我们这六道的功法 这个功法是我们凯度咖啡的一个最大特色 它很繁趣 一般的咖啡豆大概一天可以烘三锅 我们是相反三天烘一锅这样子 一 请 启 动 左右 台中市十大伴首领活动 除了新增设的花博奖 也包含伴首领首奖 金口碑 评审团大奖等奖项 店家们花招百出吸引目光 就是要让大家好好品尝台中赛地滋味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